我现在逛了这里是沙盒的万家 姐妹们平时你们都说我的镜头太快了 有很多款式万家这边特别好看 那今天我就把镜头放了慢一点 你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段时间短袖的针织衫真的很火 热度很高 还有条纹的针织衫以前都是不温不火的 这一段时间是暴身 前面的这个款式它是属于基础款 但是它的面料真的很舒服 薄薄的比较适合找秋川 这几个营造的是一种休闲慵懒的风格 我们再来另外一个灯口里面看一下 这个灯口的小妹非常热情性格很好 放在前面的这些都是它们销量不错的款式 今年的秋装主要是偏这种学院风格的多 好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几个款式 咖啡色的裤子现在看的话也是感觉还不错 气质感很强 可能是之前大家穿黑色的可能穿的有点多了 今年咖啡色目前情况的话走的很不错 很多亲们都想要当口搭配的这些帽子包包 但是这些当口大部分都是自己从其他地方买过来的 也是没有卖的 运动系列的秋天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西装今年比较少 可能是这几天条纹流行起来了 现在看到条纹都是越看越好看 越看觉得越舒服 风衣今年也是比较少的 而且现在的风衣周期也是真的很满 我有一个风衣已经下单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几天了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 这个带领子的他拿的这个条纹味也好看 板紧也是够大了 装红色的这三个裙子也是属于小众款式 如果说要追求那种比较有设计感的比较独特的话 就选那种小众款式 一般那种什么大爆款呢 还有今年流行的那些款式 那就是属于大众款式 属于爆款 可能你刚出门走一会儿 你就可以看到有人跟你穿同款的 前面的这些是传黑的 他营造的是一种辣妹系列 这几个就是那种基础款的简约的衬衫 像这种基础款式的话 最重要是看到的一个面料 做工怎么样 条纹流行呢 所以现在去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条纹 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